高石岩三分命中 山东对阵江苏来到最后两分钟了 高石岩这个三分球投进之后 山东领先四分 这样比赛打的确实是胶着 山东上半场是建立了十分的领先优势 但是在第四节江苏这边是迎来了反扑 打到现在胜负还是不好说 四分的分招 这场比赛江苏肯地亚这边单位作战 这边得分王布莱克尼是不打 但是也没有想到 这场球山东这边打的这么艰难 苏小龙面对陶汉林直接把中筒 没有 乔温翰的篮板球 这场比赛高石岩没带发带 乔温翰带了一个发带 给吉林沃特 这时候山东队需要打个成功率 陶汉林中投没有 维莱姆斯篮板球 江苏这边得打的快一些了 是不是 对 出界了 这是一个踩了边线直接出界了吗 我们看这个 场面丁伟是非常生气 整个人 这个球权是给了山东 有一些遗憾 丁伟应该是对刚才的那波进攻不是很满意吧 下面比赛崔晓龙17分9个助攻 哦 还有7个失误 这个也是体力的问题 还是山东的球权 赵瑞州脚踢球 乔温翰来发边球 给高思岩 再分乔温翰 篮下吉林沃特 赵瑞州过来包夹 陈北东 三分没有 陈北东今天的篮是真不准 他投篮的 抛弧线是比较 乔温翰 好球啊 这个三分球 哦 相当的霸气啊 这个球 哦 之前还被 大家称作的这个CBA最水的大外援 但是 吉林沃特不打之后 这两球打的还是可以的 看一下这场比赛 山东队 要不要为他的这种 在调篮下 曼不惊心 乔温翰 对时间 陈阿林 炮罗打进了 不错 哦 这个球很关键啊 四分 哦 女男就要暂停了 最后还有43.2秒的时间 哦 暂停回来 刚才 威廉姆斯那个球 裁判确认之后是给了三分 目前场上比分91比94 山东领先三分 赵瑞州 这边 崔晓龙 突进来 再给赵瑞州 直接投 哦 这次三分没进 威廉姆斯拿到前上篮板 抢起 吉林沃特的封盖 怎么说这个球 还是给了江苏的球权 这会儿进攻 还有10秒钟 看看江苏这边是要两分 还是还是必须要抢一个三分 两分的话时间也来得及 过来犯规战术也可以 还是把这个机会给组织起来了 那里南还是叫暂停 一个短暂停 好的 暂停回来 看看江苏队这波怎么来打了 进攻时间是10秒 点10 注意时间 5秒了 还是开出来了 差一点点 崔晓龙 给赵瑞州 投吧 还是给了犯规 回表到14秒 江苏的球权 山东队 这是这一节第五个 这一下子不用罚球的 再慢半拍 就要吹5秒了 场面定位应该也是非常紧张 还是前场球 山东此前应该是四连胜了 这一场如果赢下来就五连胜了 现在对于山东队来说 就无论如何 还找到崔晓龙 还是得注意时间 乌莲姆斯挡一下 直接投了 哎呦 那没了 没有投进 这个三分球 没有办法 其实这个球 也算一个半机会吧 挡住了一丝出手的空档 可惜是没有投进 犯规战术了 江苏 这才三个犯规啊 还得再犯 这次犯完 还得再犯两次 才到罚球 好的 暂停回来 这时候山东这边 注意不能失误 水平的这种可能性 江苏还得再犯两次才会到罚球 不过这场比赛 布莱克林不打 你难道带队打成这个样子 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 陈梅东 给到吉伦沃特 这边连续转移啊 不犯规了吗 赶紧犯规啊 犯在了高师岩的身上 这波一用的时间有点久啊 江苏队员这下犯规慢 3.1秒 你其实让陈梅林罚球是一个还算好的选择 因为毕竟他今天第一个他罚的不多 还得再犯一次 才到罚球 不知道犯不犯得上了 而陈梅东来罚边球 给陈梅林 诶 犯不上了 这种94比91 山东三位的优势显身 证刺加速